大家好,我是小红。 男人在外打拼,决定的是这个家能有多好,而女人在内主事,决定的是这个家能不能好。 对于男人来说,如果娶了一个不好的妻子,那简直是要回三代。 老话说,娶妻不娶白虎女,因为会客夫,其实客夫的又何止白虎女? 这几种女人也是要远离的。 第一,花心不专一把你当备胎的女人。 小张喜欢上了一个女孩,女孩确实挺年轻漂亮的,但是这个女孩有一点不好,不懂得拒绝别人的好。 女孩子特别享受别的男人对她的好,在和小张谈恋爱的同时,还和几个男人保持暧昧关系。 但她确实是小张的女朋友,小张很是烦恼,也不止一次跟女朋友提过,但是没办法,爱得太深,女朋友根本不听她的。 小张陷入了很爱,但又折磨自己的状况中,把你当备胎的女人不适合娶回家,娶回家也可能会出轨。 第二,一见面就让你花钱买奢侈品的女人。 有一种女人真的不能娶回家当老婆,那就是一见面就让你花钱买奢侈品的女人。 不是说不能给女人买奢侈品,而是花钱也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来。 还没怎么接触,就让你花钱买奢侈品的人,肯定不是图你的人,而是图你的钱。 男人还真要记住这一点,别觉得你花了大价钱,女人就会真的觉得你好。 图你钱的还真不是图你的人,你花大价钱征服的女人也是最不可靠的。 当你没钱了,他们会第一时间溜走,本就是图你的钱,你没钱了,又怎么会留下。 有些男人在某种时候是真的傻,拿钱征服了漂亮年轻的女人还特别开心,其实自己是没了钱更没了真感情。 第三,总是拒绝长大的女人,特别不成熟。 女人在结婚后,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一部分责任。 如果一个女人,总是一副小女生的样子,很作,也不成熟,这样的女生也自然不适合当老婆。 你想想,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,女人要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,如果她总是拒绝长大,又怎么能够照看好孩子呢? 虽说现代社会,已经不是单纯的男主外,女主内,但是女人还是得有一段时间要侧重于家庭,尤其是生了孩子之后,我们成年人都要逐步适应自己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身份,更要为了自己的小家庭而努力。 第四,总是盲目攀比,不知足的女人。 有一种女人真的挺常见,盲目攀比,看见人家有什么,自己也要有,人要跟自己比,而不能过分地跟人家比,看见人家有什么,你也要什么,或者说特别喜欢所谓的名牌,人还是得接地气。 毕竟老老实实地过日子,才是真的踏实可靠,不懂得知足的女人也不会幸福。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,知足常乐,如果总是跟人家比,想买一些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外的东西,把两个人的生活都搞得很累,这不是一个良策。 第五,负能量爆棚,心态不好的女人,跟一个正能量的人在一起,生活也会越来越有意思。 跟一个负能量的人在一起生活,你也会变得暴躁,如果一个女人负能量爆棚,也没有一个好的心态,还真的不适合当老婆,毕竟你选择的是一个生活伴侣,所以在很多时候,我更建议男人选老婆,要看一个女人的性格,而不是单纯的只看外貌。 说真的,男人也要注重选一个适合自己的女人,唯有势均力敌的爱情,才会更持久。 选择一个会生活,能好好过日子的女人,如果真的遇到了那么一个女人,是你八辈子修来的好福气,一定要好好珍惜。 聪明的男人会懂得宠自己的老婆,唯有自己的家安稳了,才会是这人生最大的福,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家庭幸福更重要。 娶一个好女人,男人们,你想清楚了吗? 最后,感谢大家的观看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,麻烦您点点订阅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